我们在做雨林钢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钢里有点水和底沙 但是要倒出里面的水非常麻烦 这个时候只要准备一根粗一点的管子就可以搞定 把管子溅满水 然后用大拇指把两边堵住 注意哈 两边堵口的大拇指不要松开哦 那时候呢 一根管子放在橙江水的盆子里 盆子一定要处于低位 另一根管子就插入要排出的水中 我们可以看到 钢底的水很快就被吸了进去 而且连同这钢底的泥沙也一定吸进去了 这个操作主要是利用了红吸原理 用管道的负压力而实现排水 一旦吸到最后的话 就让身边的小朋友帮你把钢轻轻的清洗一下 就可以洗完剩下的了 新制作的雨林钢还是建议多喷喷多洗洗 因为真的洗了很多次 钢底还是这么杂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掩我的小鱼和小螺呀 关注我一起来造雨林钢